你想什麼? 正義! 紐約出租車工人聯盟的司機們 週四在市府前抗議 要求對網約車的牌照限制變成永久性 我希望是不止延期一年再永久性把它停止了 因為你車輛太多 車輛太多在街上 大家賺不到錢又再接 紐約市長白思豪今年6月份已經宣布 將去年8月通過 為期一年的網約車許可證發放限制 再次延期一年 希望以此減少交通擁堵的情況 但傳統出租車行業和網約車司機 如Uber、LIFE等的執照司機 都希望能永久限制牌照發放 可以減少競爭利益最淡化 他們給出的理由則是 此舉可以避免路上有過多空車 現在我們大家賺不到錢太多車了 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視目 它是好像多過我們 我們車一萬多步 他們是差不多十萬步 所以以後還不是這樣的 CAP他們 我們也是賺不到錢 他們也是賺不到 只是Uber不管你 因為Uber公司管你這麼多錢 就是都沒有虧本嘛 下週二 紐約市出租車和轎車委員會TLC 將召開聽證會 商討對網約車如Uber等的 發放新牌照限制情況 Uber公司上個月聲明表示 不允許新司機申請牌照 等於變相創造另一個牌照制度 他們指的是 已有80年歷史的黃色出租車牌照制度 該牌照的價格曾一度漲到100萬美元 最後泡沫破碎 是很多貸款購買的司機套入其中難以脫身 導致多人自殺Uber公司指出 是否曾經允許Uber給壟斷的出租車牌照市場 代入競爭機制 現在又要管制而製造新的壟斷 新唐人記者宇婷唐成 紐約報導